身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班纳特 周四执行给苹果 以及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执行长 表示任何受到中共支配的公司 都不应有权积累如此广泛的美国人相关的数据 或向我们三分之一的人口播放内容 班纳特说明TikTok与其他社交软体不同 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受到中共法律规范 需要将内部数据交给政府以协助情报工作 TikTok也向欧洲用户披露 他们的数据可能会被在中国母公司的员工浏览 班纳特警告中共可能会透过TikTok的影响力 来推动中共政府的利益 例如调整演算法来呈现不同的内容给美国人观看 以破坏美国民主体制或压制对中共处理香港 台湾或少数民族的批评 佛罗里达州的财务总监吉米派区尼斯 将TikTok称为电子芬泰尼 并表示他将孩童从社会发展中夺走并腐化 金融服务部已经禁止在佛州政府大楼里使用TikTok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韩耀逢综合报道